各位先生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看,一起研究一下馬鈴鐺 如果不太討厭,可以按下去了解一下,對我實質支持 跟大家說一下11月6號的第三場 這場就先提一提,有一隻四千金 上次已經是運送途中選了,馬匯都當正常出賽 今天就說又發言不良於行 今天就補了任意區上來了 上次就運送途中選了,趙跑 跟大家先說一下神操吧 1號的索先生,蘇迪雄又試襲 潘頓又摸過,都是很積極的 2號的任意區這隻剛剛補上來,我未看 好像是保持功夫,我撈一撈 任意區是保持功夫 3號的寶冠多,王浩南有碰過保持功夫 4號的電子傳承,梁家俊和陳家熙都有碰過保持功夫 5號的東方雷,蘇迪雄又碰過合格再試襲 6號的銀時,楊明倫又碰過保持功夫 7號的金碧輝王,保持功夫 8號的負錄,莫雷拉又試過襲 接著就... 這隻負錄 唉,這些馬房真是很煩 對呀,莫雷拉又試過襲 試襲都不錯 9號的孖寶,保持功夫 10號的飛雲追,沈拿又試襲,很積極 11號的馬功臣,保持功夫 12號的前途... 燦爛,何宅耀和... 何宅耀和... 王浩南也有碰過的,是不是王浩南 沒錯,這場馬就... 上場跑過的... 操練上的古惑調動 銀時,楊明倫又碰過 楊明倫又沒有馬騎,用蝕欣 富六,莫雷拉又試過襲 試過襲就沒有騎 接著就... 王浩南也有碰過一隻 前途燦爛 就這麼多 上次騎過的馬的古惑調動 1號的索先生,上次潘明輝 潘明輝就沒有馬騎 2號上次... 本來4千金,潘頓上次騎 退出了 現在換了一隻... 任意區進來 任意區上次是蘇迪虹 今天就用楊明倫 本來楊明倫沒有馬騎 3號的寶冠多上場是梁家俊 今天換王浩南 4號也是梁家俊 換陳嘉禧 6號是楊明倫 換了蝕欣 梁家俊 變成金瓶 金碧輝王 副陸上場是潘明輝 潘明輝 沒有馬騎 換巴道 孖寶 也是蔡明紹 還有飛雲追 上次是杜美爾 杜美爾 回鄉下摺山 馬功臣都照舊 前途燦爛 黃浩南 換了賀窄 這場馬如果算上次的... 本來4千金 上次是潘頓騎 潘頓騎了 索先生 黃浩南 好像有些馬 他也是選金碧輝王 然後... 都沒有了 我想和大家看一下 索先生 他在三班 今天又下回四班 在三班 剛剛跑過第五 小弟也有投注這隻馬 輸過半馬 當日是潘明輝 當日的對手就是極速王 雪戰神區 就是今天跑尾場 童話 跑回長途 幽遊王 跑尾場 還有會長之聲 再出就可以 看看這場他怎麼跑 索先生 那天都撿過五檔 當日是潘明輝 那張童話是在外面跟速王一起拍照 其實這兩隻都蠻虧的 看看淑先生貼著內蘭一步不蝕 火車邊的左手邊都蠻狠的 跑過第五回來,其實都是輸過幾馬位 他真的沒有蝕過位,一步不蝕 但他今天撿過什麼檔呢? 其實他今天也是撿過漂亮檔,但是背重磅 講一講班數的馬,淑先生不是剛剛下回來 電子傳承下來不久,還有銀匙也是下來不久的 我先用這隻淑先生做膽子 上場的孖寶出閘,失去平衡 我記得看一看 馬寶 向外移出,又避開開心好友,又碰撞飛碎 馬寶又向內邪飽,又失去平衡,很多東西 今天都是用蔡明紹的,原裝配搭 上次有意外的拖了他 上次飛雲追,我先拖了一隻馬功臣 為什麼要拖馬功臣呢? 這隻馬上次我覺得他擺前了,但也不會怪他 因為這隻馬,不要說跑得不好,就怪他 他每次後上執外檔,每次後上都是跑第三、第四 那一天也是執外檔,擺前一點,他也是跑過第四 他也是很努力地克服下馬的後上 他每次後上不及都在克服這個問題 輸給法財寶,沒得好說,合衷共濟 被那隻初出的特區聯盟削了 後面其實有些馬都幾惡 那些荷花復星,儀昌復星那些都被人看得不錯 但我就不看後面那些,我只看合衷共濟和法財寶 法財寶那天守了二位,合衷共濟 所以說,薛恩的控制暴促,我都不懂得說 總之放得很快,法財寶就定在第二位,入直路 合衷共濟,法財寶一插上來就搞定了 那這隻馬功臣那天,比他之前又跟回很多 回來又是只有這麼多 所以蘇偉賢,雖然蘇偉賢的馬房也不是怎樣的 但是他也是一隻努力想去克服問題的馬 即是他後追又不及的,三次都收拾外檔 那今天收拾內檔,看看他收拾內檔又怎樣 如果他留後都是很危險的,隨時被人混 但是如果他都是想去克服問題的,他今天收拾五檔 希望他出閘那一下把握到,即是把握到那一下就很重要的 他都在克服問題,這隻馬曾經是在三班跑的 也算是有些班 下來了四班都跑了七場 七場都是第三、第四 也算是愛這隻馬功臣 另外再選一隻,庫六呢 說真的,這隻馬 上季他跟那隻... 徐宇石那隻叫做什麼 太陽戰馬 他可以比太陽戰馬快的那些馬 即是今季一出那一下 沒有段好看的 即是這隻馬究竟是怎樣呢 是放在前面還是放在後面的 不過你又可以給他一個解釋 他說他因為檔位,縮後一點 今天莫雷拉又試了貨集,但又沒有騎 他又撿過十檔,可以猜他怎樣跑呢 這隻馬 其實如果放在前面的話 是一隻很有威脅的馬 但是他又撿過這樣的幫 莫雷拉又不騎 但各位如果四連環四重彩 有賠率的就可以考慮他 那我現在就在1號膽拖先 拖了那隻孖寶 馬公神 然後我就在金碧輝煌 和飛雲追 飛雲追上場是有意外的 即是在內蘭沖的時候被那隻 一切下去 就和那隻什麼 和那隻 羅庫泉那隻一起受阻的 我記得 飛雲追和那隻 不是羅庫泉那隻 我記得那隻 總之是受阻的 這隻馬 今天又撿過十一檔 這隻馬又不是很囂張 撿過十一檔 真是不知道他怎樣跑 所以都是選擇一隻 7號的金碧輝煌 希望這隻馬 守住好位 他上次都跑得不錯 跑過第五回來 那一場的對手 都是不錯的 傅曼家 肥仔 一路順風 加王才流了鼻血 他就跟著跟著 在中間柔柔地回來 希望他這一次 會再把握得好一點 那我就要1號的索先生做膽 拖了這隻上場有意外的孖寶 接著就拖了這隻 馬功臣 希望他今天 連續這麼多次外檔 今天執過內檔 看看他能否把握到 出閘過一下 接著就加上那隻 其實庫六個都是很想選擇的 但真的沒辦法 就是 四連環四重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 我拖了馬房穩定一點的金碧輝煌 一拖 九 十一 和七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朋友都可以多贏 多謝 拜拜